三十 细念 功德 利益 大义 尊敬的 最同修 最护法 大家 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再借这个 共修 的姻缘 再一次跟大家来 洗一讲 这个三十 细念 中风果实 内容的开示 选择一些 重要性的 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你们大家 大家 多多批评 今天 跟大家来 临终念佛 做这个维弄 好久没做了 所以 所以整个心啊 不踏实 怕唱错也带着 所以啊 我们的 我们平常做维弄的 要常常锻炼 才不会容易忘记 以前啊 以前啊 我曾经啊 在这个布里斯本 这个 灵众的时候 那个赞啊 唱不出来 因为好久没唱了 还好今天啊 还算不错了 好 好 所以啊 还好 没给大家丢脸 好 这个三水系念呢 有一件事啊 中风果师啊 为我们讲的非常的明确 可能我们很多人忽略了 在第二诗 中风果师啊 他讲了过一句话 他说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啊 跟我们每一个众生 那种关系啊 是一个非常的密切 所谓的 密不可分 他这种的密切的关系啊 超过如同父母跟儿女那种关系 所以很多人呢 对这一段啊 没有去留意 忽略啊 把他读送过了 所以他的内容 很多啊 都讲的非常的精彩啊 说实在的 你看 从这个五量寿经里 可以去读送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啊 阿弥陀佛五量节以来 精进用功修行成就 最后成佛了 然后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 为谁而建立的呢 是不是为他自己 不是啊 为我们每一个众生 而所建立的 所以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 来贡献给我们 九法界的众生 能够在这个地方 好好过生活 过一种幸福美满的人生的生活 过一种没有烦恼 没有痛苦 没有忧虑的生活 能够在这个地方 安安心心的 老老实实的 居住在这个环境 而且 你在这个地方 修道办到 最后每一个众生都能够成就 成就将来呢 就是要去帮助一切众生 跟我们在这个地方 居住这个环境 不要再受苦了 所以 法杖比丘 就是阿弥陀佛 五量节 辛辛苦苦 把那种精神 落实在生活 才会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无尽的庄严 西方节的世界 在这个地方 我们很多忽略了 所以真的 阿弥陀佛 对我们每个众生 那种关怀 那个护念 超过父母 对儿女那种关怀 你看那个后面那一尊佛 是表法什么呢 你看那个中风果实讲了一句话 讲什么呢 黄金碧 作业长垂 那个后面那一图画 什么叫做黄金碧 作业长垂 换句话说 就是二十四小时 阿弥陀佛一直站在那边 从来没有停过 站了多久 十节 什么意思呢 意思说二十四小时 阿弥陀佛 以十方诸佛如来 从来不放弃我们众生的 从来不舍弃我们 而且 每一分每一秒 对我们的护念 对我们的关怀 对我们的爱护 从来不间断的 这个就是他的表法 所以看到这一尊佛像 你那个心发不出来 说明你的业障很重 所以很多祖师大德看到这个佛像的时候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增长他的智慧 我们没有 看来看去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看不到什么东西 都是站在那边而已 没什么区别 这个就是从这个地方 中风果是为我们讲 讲出来 阿弥陀佛的慈悲 到了到几点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就是 中风在三十七年第二十 有为我们讲出来这个道理 为我们指出来这个道理 让我们去了解 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没有一尊佛都不称赞阿弥陀佛的 而且这个称赞 五量节都称赞不完的 很少人能够懂得这个道理 很可惜 所以我们今天很信愿 什么信愿呢 你能够闻到这个法门 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的福报很大 你有没有去留意 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弥陀经 讲了一句话 他讲了什么呢 一个人 在这一身肯念佛 肯相信这个法门 而最重要的 能够发愿求生净土 释迦牟尼佛在佛说阿弥陀经 称为这一类的人是什么呢 不是一般人 不是普通人 如果过去生里没有种下 你的福报 你的智慧 无尽的深厚 你不可能能够相信 你能够受持 你能够行持 而且最主要的 你能够发愿 你不相信 你问问你周围的人 不要说我们的朋友 说你的太太 你的先生 你的父母 或者你的朋友 你跟他讲 西方极乐世界有无尽的庄园 非常的美好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不像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边每一天 每一分每一秒 每个人都担心 有一天说明到了 有死之撇 我们在这边担心 如果有一天我们生病了 有病之痛 我们在这边担心 总有一天我们会衰老 有老之苦 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没有 你跟他介绍这个道理 我们一起同生极乐国 他怎么会为你讲呢 等一下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你的事 阿弥陀佛 名号的功德不可置疑 那个是你的事 跟我无关 不是那么容易 你不相信 你去外面那一个人 你跟他说 你念阿弥陀佛功德很大 他会相信吗 不一定 你用九牛二虎 拉也拉不动 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五量寿经 有一段经文 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大家有读过五量寿经都知道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念佛的人 若非往昔修福慧啊 下面是什么呢 什么呢 于此正因不能闻啊 下面还在讲什么呢 我们常读五量寿经应该明白啊 下面的那一句是什么 一尘供养诸如来 则能欢喜信此事啊 这一句话 释迦牟尼佛在五量寿经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很接受很发愿很称念 说明什么呢 你过去深中 你过去深中 修的这个善跟福德因应 非常的深厚 如果没有深厚 你能够闻到这个佛法吗 这个正法 这个正法所讲的就是这个法门 你闻不到啊 那后面呢 一尘供养诸如来 你过去深中 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福报 你能够欢喜来接受这个法门吗 是不可能的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但是很可惜 可惜什么呢 众生不相信 怀疑 不相信啊 所以尊敬的 作为统修大德 你们想一想 你们不是普通人 你们将来要成佛的 你要指下这个承担 你要相信 相信佛的话 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很可惜 众生没有伤梗 怀疑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释迦牟尼佛整个五量寿经 整个法门讲了一个宗旨 什么宗旨 整个五量寿经 建立在哪里呢 听不懂 你们每天赌送五量寿经的请举手 你们没有读哦 为什么呢 很长啊 听不懂 你看整个五量寿经 它的核心在哪里 要化除我们的余心 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发菩提心 一向赚远 什么叫做菩提心 你看那些老人家 乡下的老阿公老阿妈 他们也不认识字 也不懂什么叫经典 也不懂什么叫五量寿经 但是当你为他介绍这个法门 这句名号的功德 他就相信了 他就有这个心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有这个愿 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叫做菩提心 那更明确来讲 什么叫做菩提心 你真信 你切愿 这个就是无上的菩提心 你相信有阿弥陀佛 你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 你真的发愿 我一丝好怀疑都没有 我真的发愿 我要发愿求生净土 这个就是无上的菩提心 就算这些老阿公老阿妈不认识字 他已经把这个无上的菩提心落实在生活了 所以这个道理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什么 你要相信 你要认真的相信 不能把这个机会错过了 你把这个机会错过了 那真的很可惜 阿弥陀佛等我们等了太久了 希望我们做孩子的人 赶快回家 不要让阿弥陀佛等了太久 赶快回家 不要再流浪生死了 因为这个流浪生死呢 真的让我们 五量节以来都在流浪 所以阿弥陀佛黄金币昼夜长垂 用这种的像来告诉我们孩子 我想你 你赶快回家 不要等太久 就是这个表法 所以你看到佛像你就明白 那一尊佛像就好像我们的父母 站在那边 站得十节了 我们还不肯回家 你说呢 阿弥陀佛我也没办法呀 你说对不对呢 所以道理都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偶一大师讲的 能不能往生西方净土 信愿只有我 所以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在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 来为我们视线 而且释迦牟尼佛对我们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你看那个弥陀经 最后面的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死方诸佛国土 称赞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称赞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有什么功德啊 你们知道吗 他有什么样的功德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被这些诸佛如来 还有这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会称赞的 他有什么功德 《弥陀经》最后一段 你们大家有没有去留意啊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 他说什么 而作四元 释迦牟尼佛能为生难 稀有之事 能以娑婆国土五着二世 见着 烦恼着 众生着 命着着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 为主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 什么叫做能为生难稀有之事呢 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啊 就是告诉我们什么 两桩事情 释迦牟尼佛是以什么方法成佛的 念佛成佛的 这个是第一桩事情 他亲自来示现给我们看 我今天成佛就是念佛的 你不用担心 你也不用怀疑 你也相信我 我真的今天在这个五着二世成佛的 都是靠这个念佛法门成佛的 你们不用怀疑 稀有之事的就是讲这两桩事情 第二桩是什么 为我们介绍这个法门 因为释迦牟尼佛 也是靠这个法门成佛的 所以把这个道理 没有人知道的 为我们讲出来 这个就是偶一大师在弥陀经要解 为我们讲出来 祖师大的过去从来没有讲过 偶一大师为我们列出来了 如果偶一大师没有为我们讲这个道理 如果释迦牟尼佛没有为我们讲这个道理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呢 有很多人你看 读到这段经文 你能够悟出这个道理吗 没有 你等一下看看你那个密陀经 读到那段经文 能为深难稀有之事 都是讲这两桩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念佛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的福报很大 你要珍惜 将来我们该怎么生死 那你自己的问题了 道理很清楚 排在你的面前 你能不能往生靠近都是你自己本身 别人管不了 该怎么生死就怎么生死 该怎么解脱就怎么解脱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简单来为大家说明 因为时间很短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为大家介绍这个三十七年 大家请合掌我们来念这个经文 低头合掌百玉毫 星明日历 歌勇赞扬指金融 停阵雷轰 经文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 这段经文是教我们修学念佛的方法 用什么方法呢 低头合掌 三个星期已经给大家说明了 低头合掌是表法 表法什么呢 用恭敬心 很简单 用恭敬心来落实在这个生活里面 恭敬心 讲起来容易啊 做起来不容易 你不相信 你看 你看到佛像 你能够留佛三败 容易吗 很简单 看到一个你喜欢的 或者对你有恩的 你对他恭敬 很简单啊 对不对 当你遇到一个你不喜欢的 殷家对头的 常常给你麻烦 给你痛苦的 给你很麻烦的 还是你的殷家路窄的 深处大恨的 你对他那种 对讨厌的 不喜欢的 看到我就很讨厌 我看到他我想要吐的那种 天天给你伤害的 无论在感情上 在友情上 无论在一切处 一切时 常常来惹你麻烦 常常惹你痛苦的那一种人 你会不会跟他 有恭敬心吗 讲实话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 真的一个问题啊 你能够对他一个恭敬心 说明那真的你很有修养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还有一个厌恨的心 讨厌的心 那你对三宝的恭敬 那都是不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都是假的 所以真的很不容易修行啊 念佛这一句 真的很容易念起来啊 但是有时候做起来不容易啊 所以中风果是从这个地方 用这个问训合掌 教我们来做什么 对一切众生要恭敬 看到一切众生 如同看到阿弥陀佛一样 那种心来恭敬 那真的不容易了 那师父我该怎么办呢 我对他都没办法生起那种恭敬心 那没办法 那你要慢慢学啊 说实在的 像这个道理啊 中风果是知道我们这个众生有这个的毛病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化解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将来往生西方 会成一个问题了 变成我们的障碍 所以从这一句话 中风果是的用意是什么呢 教我们不要跟人家解恶缘 你跟人家解恶缘 奄奄相报 没完没了的 将来变成你自己的障碍 那就完了 没关系 当做什么 我劝他 还给他 但是那个心有时候放不下 不要说我们自己 我们看到别人 有时候 像师父有一次看到有一个老人家 拿着水 那个水桶很大 拿着老人家 要到那个22楼的 坐电梯 突然间有一个女居士 把他挡住 不可以的给他进去的 你看到这样的情形 你心会抱怨吗 不满吗 为什么这个人是这样的 你为什么会生气 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 有时候自己都说不了 何况自己遇到的 人对你的伤害 人对你的批评 人对你的种种的不断的伤害 你还会对他的公信心吗 不可能的 所以中方果实 从这一段经文来告诉我们 你要落实 用什么呢 不要跟人家结恶缘 因为我们要发愿往生净土 你能够落实 就好像尊重十方 还有尊重阿弥陀佛 说明了 那你的修养非常好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 看看你的家 你这一生 有没有遇到那些厌家对头的 深仇大恨的那些人 你跟他说 对不起 过去可能做坏事 我说不小心得罪你 阿弥陀佛 那你今天不得了了 真的 中风果实在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 一切都要放下 因为这些众生 都是每一个跟阿弥陀佛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因为阿弥陀佛要度他们的 你跟他们结恶缘 等于跟阿弥陀佛结恶缘 那我们念佛怎么能够成就 念佛怎么能够往生西方净土呢 因为这些众生阿弥陀佛都会忽念的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 好处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常常讲 做人吃亏一点没关系 老老实实 安安分分 傻傻的没关系 傻傻有傻傻的福气 所以有人骂你 批评 侮辱你 怎么样 我说实在的 真的 不要想太多了 该还的就还 要不然的话 我们怎么过生活呢 你这样厌恨 这样的痛苦 这样的烦恼 你不出病才怪 对不对 我们今天学佛就是教我们这个道理 所以中方果实告诉我们 低头 合掌 摆 玉毫 道理就是这样 你能够这样修 下面中方果实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心明日理 这个是一句比喻 比喻什么呢 我们的心开朗了 我的整个心就明朗了 就是明了了 明白这个道理 忽然的开悟 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 跟一切众生不要结恶缘 你整个心就像什么 立日中天一样 那整个天气啊 你看澳洲天气好的时候 整一片的天空都是蓝色的 这么好看啊 你那个心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天天计较为了这个事情起烦恼 你的心是像什么 像我们这个澳洲啊 两个星期前不是天天下雨嘛 那个晕天一样 闷闷不乐 我都很痛苦 我都很不开心 我都很不开心 天天想着那个问题 计较那个事情 一句阿弥陀佛忘了干干净净 你能够这样修中风果实就告诉我们 满天星门一样 这个就是比喻什么呢 你的心态 所以在这个禁忌当中我们要去转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这一句 低头合掌百欲好心明日立 是讲什么呢 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 礼敬诸佛这一种的行持 礼敬诸佛就是礼敬一切众生 你能够落实在你的生活 处事待人觉悟 你整个心就明了了 明了什么呢 明了你的心跟阿弥陀佛 逐渐的 逐渐的跟阿弥陀佛相应了 为什么呢 因为阿弥陀佛的心永远都是这样 阿弥陀佛的心永远都是这样的 永远就是这样的慈悲 永远就是这样的开朗 永远就是这样的欢喜 对一切众生都是一种欢喜的心态 对一切众生都是用一种慈悲的心态 来看待一切众生 所以阿弥陀佛这一种的心 永远就是这样的 用这种恭敬的心态 走到哪里都是来恭敬一切众生 这个教说什么 低头合掌百欲好心明日丽 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 简单的讲 教你要天天过得快乐了 教你天天过得开心一点 有什么事情能够开开 看开一点那就看开一点 因为这个人生才短处了 太短了耶 你看你天天过得烦恼 一刹那时间无常 来连了 那怎么办 中风果实就教我们这个道理 所以回到家 好记得 看到不喜欢的人 阿弥陀佛 看到讨厌的人 阿弥陀佛 算了啦 不要去想 过去就过去了 未来就未来 活在当下 就对了 好我们看下面 歌勇赞扬紫金融 紫金融是比喻的 比喻阿弥陀佛的身相 三十二相之一 像五量塑金 为我们说明阿弥陀佛的身相 是什么呢 直摩真金色心 就是色身 都是阿弥陀佛的身体 都是金刚不坏身的 也是阿弥陀佛三十二相之一 这个比喻什么呢 比喻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个人都是跟阿弥陀佛一样 有这个身体永远不坏的 省很多事 不用看医生 也不用吃药 真的 那个抗医生很麻烦 说实在的 昨天师傅 到那个诊所去拿那个胃药 因为我的那个胃药已经吃完了 那个脏器的 很难受 我看到很多人在那边大排长龙排队 好可怜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样的情形 没有 哪有看到一部经 阿弥陀佛建医院 有医生有护士 叫护士也没有 从来通通都没有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明白了 比义亚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个众生都是如此的 非常的庄严 那歌勇赞扬 歌勇赞扬是说明什么 说明了赞叹 赞叹谁呢 赞叹如来 像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头一条跟第二条 怎么念呢 怎么念 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怎么念呢 还有什么 就是 中风果是教你要天天这样的称赞 这样的尊敬 那尊敬谁呢 尊敬我们内心的那一句阿弥陀佛 本有的那一句阿弥陀佛 尊重我们本来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的 中风果是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你能够对自己有一种恭敬 对阿弥陀佛有一种恭敬 难道你对一切众生不会恭敬吗 就是这个道理啊 那如何来赞叹呢 如来来赞养呢 中风果是用一个简单的告诉我们 就是用你那个真诚心 虔诚的心 恭敬的心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天天在一切处一切实 无论你在哪个地方 你从来没有断去的这句阿弥陀佛 一生一意都是以这句阿弥陀佛 落实在你的生活 无论在一切处一切实 所以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等于什么呢 等于在称赞阿弥陀佛 称赞诸佛如来 而且给诸佛如来 过去未来现在 最主要的是讲我们自己本身 你要赶快觉悟 所以中风果是下面就告诉我们 停阵雷轰 你看停阵雷轰 这句话是什么比喻呢 停是爆雷 你看我们有时候在夏天的时候 遇到比如说打雷那种声音很响 那个雷是比喻这个 那比喻什么呢 比喻阿弥陀佛这句名号 我们能够称赞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能够称赞推广 推广好远好远的地方 能够声广 能够推广到哪里 尽虚空便发解 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这样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 我们在这个经上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一个比喻 用什么 狮子猴 有没有 狮子猴也用这个比喻 比喻什么呢 比喻我们这个心 都在称赞 赞扬阿弥陀佛的功德的地方 而且在每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 能够普遍整个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 是这样的比喻 停正雷轰 说明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的功德 就算用五量节的时间 二十四小时的称赞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从来 你都不会称赞完的 它就是如此 所以当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等于什么呢 等于在念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所以当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没有一尊佛对我们不忽念的 这个大家在镜上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 功德不可思议 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这个地方 那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你还不念佛 你还念什么呢 阿弥陀佛的功德是没办法讲完的 今天你想要了解阿弥陀佛的功德 如果你没有把五量寿经 读明白了 学好了 你没办法了解的 你没办法深入 所以为什么我们师父上人教我们 一天至少要一步五量寿经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当你读五量寿经 等于你明白 释迦牟陀佛所讲的话的内容 你才能够对阿弥陀佛不动摇吗 不然的话 你看我们容易被迷住了 随着自己的习气 阿弥陀佛不念了 又忘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用一句话来代表 称赞阿弥陀佛的功德是什么 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是真的 阿弥陀佛那个光明不可思议的 你有没有听过我们师父上人讲一个故事 大家有没有听过 师父在这个美国讲经弘法的时候 有遇到一个美国人 这个美国人呢 他有学过神通的 他会看到人 他旁边有什么人跟着他 他过去是做什么样 他看得到的 然后呢 然后呢 人家问他 你为什么要来学佛来念佛 他才讲出来他的这个原因呢 大家有没有听过 你看 老师上说 他这个美国人呢 在美国很多人在学神通 我们澳大利亚也是很多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很多 在这个美国人呢 他为什么会来念佛学佛呢 因为他看到每一个念佛的人 每一念一句佛号 口中会放光 他口中会放光 我们你要相信这个道理哦 只是这个光明啊 看你那个念佛的程度 这个美国人说啊 如果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越安心的念 越虔诚 越恭敬 心不散乱 这个光明啊 能够普照什么 普照整个大地 是真的耶 如果我们今天念佛念的心散乱啊 阿弥陀佛那个光有没有 有 但是像什么 像蜡烛一样 被那个风啊 一吹啊 排在那个我们的面前啊 像好像扑一下扑一下 闪一闪的这样 有光 但是 有区别 所以今天你念阿弥陀佛 如果你的心夜心清净啊 心夜安啊 那整个光明能够普照整个大地 你想一想功德有多大 所以 这个美国人又讲了一句话 他说啊 这些念佛的人啊 他可能看到什么 诸佛菩萨 在这个天空啊 什么呢 互念啊 我们看不到啊 但是有神通的人看得到 所以你要相信 哦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我要坐飞机 我好害怕 我该怎么办 念阿弥陀佛 你要念阿弥陀佛 没事 为什么 诸佛菩萨互念嘛 你真的念阿弥陀佛 你真正念阿弥陀佛 有没有听说 能念阿弥陀佛的人 常常遇到这个灾难 没有啊 没有 真正念佛的人 有没有听到人家听到阿弥陀佛 多在三二道 没有耶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是我亲自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 你看我在台南的时候 想要学习经教 很多障碍耶 我在那个地方差一点也不想学了 让我一个印象 为什么金钟学会的道场 会怎么这个样子 整个印象就破坏了 我要去那边学习 我有一个陌生人 你怎么能够对待我这样的 为什么这样对待人 让我很难受那个时候 那就算了回家了 干脆解分嘛 娶老婆 真的耶 我那个时候有这种想 因为我在这个印尼好好的 认识了我们师父上人 我对这个净土法门 刚开始我有怀疑 批评排斥 但是我遇到我们师父上人 为我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要学习 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在印尼过得好好的 我干嘛在这样的受苦呢 我真的很难受 那个时候机票也买了 准备要回去了 不想住了 也不想干了 我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讲了一句话 好啦 回家啦 反正家门 二十四脚的开着 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那个时候打算要回家了 不想干了 真麻烦 没想到那个晚上 两点多 我跟阿弥陀佛诉苦 我找到别人 没有找到人能够诉苦的 跟阿弥陀佛诉苦 然后很累 三点二十分 我坐在那个护法神 就是回头佛萨旁边 坐在那边 睡着了 睡着了之后 梦了一个梦 好像看得很清楚 看到什么呢 看到有一位老人家 把我带到哪里去 带到这个山上去 到这个山上看到一个庙 这个庙里面 有一位老和尚 领众这些大家在念佛 大概有二十几个人 这个老和尚我不讲 然后呢 我就进到里面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那个花板 有一群的黑人那些恶鬼 罗刹恶鬼 很凶的往你那个身边去冲 要抓你的时候 老和尚那个时候叫我什么呢 赶快念阿弥陀佛了 你不念来不及了 我才相信 那个时候我才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整个黑人这些罗刹鬼 很凶的这些脸 脸那个上很凶的 整个一片片了一片的光明 那个时候我才相信的 老和尚在跟我说 现在你相信了没有 这些障碍不要去理会 但是没想到呢 跟大家念佛的时候 绕佛的时候 我就跟老和尚说我要回家了 当我要转身要来问训的时候 我整个看到这个道场的屋顶上面 很多护法神饶着和掌 跟着大家在念阿弥陀佛 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 当我起来的时候 如果我的旁边有一位比丘尼 有一位老比丘尼 现在已经往生了 我在台南 他最照顾的就是他 起来了 刚好四点多要做早课 后来我才去问我的老师 这个老和尚的名字我知道 因为这老夫他告诉我的 我去问这个老师 他才跟我讲 我才去找他的这些经书 但是所找到的都是国语 我听不懂我看不懂 没想到隔天早上 来了一对夫妻 是政府人员 在这个健保 这个健保工作的 他来找我 我不认识 他说师父 听说你要学国语 我来教你 我不认识的 所以真的有时候我在讲 过去老人家常讲 一切都是老天爷最好的安排 我们不要去想太多 从那个时候慢慢的 就留下来了 到现在 所以 在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 这个光明是真的不可思议的 因为我亲眼看到的 亲自而经过这种的境远 所以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佛说 阿弥陀经 跟我们讲了一句话 很重要的 是什么呢 一个人能够肯相信 肯念佛 肯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若有众生 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愿发生往生净土 彼佛 彼佛就是阿弥陀佛 几前二十五位菩萨 拥护行者 行者就是我们念佛的人 一切时一切处 不令恶鬼恶神得其遍也 属于念佛法门 如果我们发心念佛 都是藏阿弥陀佛本愿的色塑 为神的加持 护着我们念佛的人 不能饶 所以停正雷红这一句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不要觉得 我今天念阿弥陀佛小小声 是不是也是这样 无论你念大声 无论你念小声 无论你是默念 都是一样 都会放光 不是说我念大声 那个光灵 能够普照整个大地 没有 无论大声小声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是自己的力量 是藏着阿弥陀佛的本愿 诸佛的加持 愿力的护念 因此歌勇赞扬 指金融 情震雷轰 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最后 我们中风果师 为我们说明 如何在这个净土法门 来修学呢 中风导师告诉我们什么 理尽诸佛称赞如来 你能够把这个两个的精神 落实在你的念佛 落实在你的生活 那你整个修学的方法 就落实了 所以今天你念阿弥陀佛 靠你在念不够 你要行持 看到一切的境界当中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能够尽得其考验 在这个境界当中 你不退转 你能够深信的坚定 对阿弥陀佛的相信 那念佛成功了 往生西方净土 你又把握了 为什么 你不会退转了 这个叫做什么 星明日理 歌勇赞扬 指金融 停振雷轰 下面中风果是讲的 更不可思议的 下面的那一句是讲什么呢 感应道教不可思议 我们跟谁感应道教 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 怎么说呢 请和长 清凉月夕 有水皆寒 功得缘 而无三不带 香香渡河 一局鸿鸣超恶史 家灵出去 清称 家 好 亚 取音 经文 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了 你能够把前面 能够落实在生活 好好修学 你就跟阿弥陀佛有一种感应道教 所以中风果实在这个三十七年 用很多这些比喻来为我们说明 让我们了解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念 你才能够感应道教 就好像我们看到的 清凉月夕有水皆寒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简单的为大家 介绍这个三十七年的内容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最后祝大家老实念佛 今天最主要的 跟大家来讲一讲的就是 人非圣贤 殊能无过 我们每个人都是反复 但是有这个因缘 遇到这个法门 好好要珍惜 我们非常lucky 非常的信愿 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今天祝大家岁岁平安 年年如意 祝大家老实念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